参与单位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 三是参与人员体现了良好的政治军事素质 四是参与装备体现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水平 五是减少了参与总兵力 增加了高技术和特种兵部队 体现了我军目前集结化信息化符合发展的水平 我们继续再来回顾一下新中国十三次阅兵的光辉历程 1958年的10月1日新中国迎来了他九周岁的生日 天安门广场再次举行了国庆阅兵 这一年有很多国产的武器装备出现在了方阵里 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1958年10月1号 晴空万历 这是建国以来天气最好的一个国庆节 新中国的第十次国庆阅兵 就在蓝天白云的演映下拉开了帷幕 接受检阅的有35个方队 7896名官兵 首先出场的是军事学院的将校学员们 在新中国成立的九年间 人民解放军已经形成完整的院校体系 1958年在各军事院校学习的干部人数 比建国初期增加了16倍 今年阅兵式上接受检阅的武器装备 比往年更加先进 大口径远程火炮 先进的坦克 强大的喷气式轰炸机 和前击机群纷纷亮相 建国九年来 我军的军工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已经能够制造比较精良的武器装备 也是在1958年 我国的第一个导弹实验基地 在甘肃创建 1957年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裁军三分之一 许多回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复原军人 作为基层民兵骨干 出现在了今年的寿越民兵方队中 寿越士兵头上戴的船型帽 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国庆阅兵市场 1958年阅兵之后 人民解放军的服装和奸章样式 有了新的改变 士兵的船型帽改为解放帽 国庆阅兵后不久 1958年10月25号 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回国内 一一惜别之情 牵动着每一位志愿军战士的心 向英雄的阵地告别 这里曾经撒下战友的鲜血 向长民在阵地上的烈士告别 祖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